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成 那我現在跟各位正式宣布 馬前總統即將於3月27號到4月7號赴中國大陸記組 同時也將率同青年學子訪問大陸 馬前總統他卸任之後非常關心兩岸的事務 他深切認為在兩岸最近這幾年 是進入了冰封中斷的狀態 如果能夠讓年輕人重新交流重新對話 一定會可以降低目前的緊張形勢 各位都知道兩岸最重要的就是年輕人的交流 當年輕人越認識彼此 每增進一分情誼 風險就會減少一分 我想我們買再多武器 都不如讓兩岸年輕人認識彼此深入交流 另外馬前總統今年7月也即將屆滿73歲 他是中華民國目前為止高層真正人物中 唯一一個沒有去過中國大陸的 那我們考量他現在已經年過70了 同時現在疫情已經有解封了 那我想我們中華文化講究慎中追願 應該讓他到大陸祭祖 以盡這個為人子孫的孝道 祭祖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我想台灣人應該都可以認同這樣的做法 也沒有可能跟就是對台公共小組的副小組長王富林介面 那很多人認為說今年是一國兩制台灣的民主協商元年 但是這個時間點去似乎是有點零的 第一個我們沒有到北京 所以我們就沒有預期會會見你提的相關人士 第二個 無論中國大陸提出什麼主張 台灣跟大陸是一定要交流的 兩岸一定要交流 沒有交流就不可能會有善意 沒有善意就不可能會有和平 我想這是很清楚的 那另外你說提到什麼 會什麼層級 我們是客水主辯 我們是到大陸訪問 所以他們會有什麼樣的所謂的官員 或是什麼樣的層級 我們都客水主辯 我們都客氣了 如果最後這位為他在書水主辯 的話 那我們就播放上 兩岸,雷丸,雷丸 雷丸 雷丸